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汽车呢 也该换防冻液了 到了4S店 销售人员得给你推销点别的东西 您看啊 我们最近这装具打折 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 我们这什么都有 什么这个靶套 坐套 车膜什么的 您看您要哪个 你们这还有车膜呢 给我来一个 我不跳啊 一米七以上摆紧点就行 现在看车展的人里头 得有一少半 跟我一样 不是看汽车 在河南郑州 2013国际车展上 某厂商为了吸引市民的眼球 在这个身穿比基尼的模特的胸前 臀部 大腿等部位 贴上了二维码 供这参观者扫描 现场这个很多男性观众 觉得这么做十分的低俗 为了保留证据 纷纷拿出相机拍照 而且拍照那动作我给你学一下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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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气的都流鼻血了 要说这车膜啊 确实能让这汽车增色不少 而且这车膜啊 跟这个汽车的档次 那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吧 劳斯莱斯换营 雍容华贵 旁边那得站一个高圆圆才配套 啊 兰博基尼呢 充满现代感 时尚炫酷 旁边得来一个洋蜜才合适 那三崩子呢 旁边就站一蹦顶 我觉得啊 这个汽车厂商 顾着漂亮的车膜 虽然呢 是为了吸引眼球 但是你说 真要靠车膜吸引过来的 不见得就关注你那汽车 依我看 下次就不应该 找那个水灵的美女 站这车旁边 就应该顾几个 余丹余老那样的 啊 榜大腰圆五的三聪 往那一站 当时看车展就得喊 哎 多点 你往那一站 谁看这间车呀 那余丹老师啊 确实是胖了点 但是跟下面这位一比啊 那就不算什么了 河南交座 有这么一女孩 体重多少 您听准了啊 140公斤 也就是280斤 这位胖女孩呢 为了寻觅理想的爱人 参加了18次相亲节目 却都是失败而归 2012年的年底 她在网上认识一小伙子 俩人聊得很开心 2013年的6月28号 俩人是登记结婚 婚后呢 这个男孩下决心要增肥 狂吃不节制 怎么样呢 到了10月底 小伙子体重 由63公斤 增加到了81公斤 他跟那女孩说了 我的目标 是增加到100公斤 这样 显然咱俩比较般配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先胖不算胖 后胖压他胖 两口的一块胖 连那楼板都得晃 你看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这让我想起了怪物史莱克 并不是美女吻了野兽 野兽就变成王子了 电影里是那史莱克 吻了美丽的公主 公主 也变成史莱克那样了 绿头发绿胡子绿眉毛绿眼睛 连你脚趾盖都绿了 公主变腊丸算了 而这两个年轻人呢 就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只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不要在乎外人怎么看 但是您得明白啊 过度的肥胖 会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 高血压啊 什么脂肪肝啊 所以这人呢 不能太胖 但很多呀 本身就不胖的人 他也要拼命地节食减肥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但是具体怎么样才是美呢 不同的人 其实有不同的看法 今天呢 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 越变 越美丽 就是我在家 也老动员我老婆 但是 你还别说的 他没面子 要不他不高兴 我一般是这么说 老婆呀 别人都说了 标准的太太呢 要比她先生轻五十斤 你知道吗 她一琢磨 这好办哪 这个月底呀 我就力争让你突破二百斤 最终让她下定决心减肥的 还是她妈妈的一句话 各位女儿啊 人家都说了 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 可是你可得减减肥了 你要再胖一些 就改军大一了 打那天起啊 我老婆就跟很多的女性朋友一样 开始尝试各种的减肥方法 那有没有能够迅速减肥的方法呢 有 我知道一种 正在申请专利的过程当中 方法非常简单 几分钟就能减下来二十来斤 深方法 截肢 当然你要狠得下心来 四十斤也是能减的 所以我觉得啊 咱们不能单单以这个体重啊 为衡量的标准 一个人是胖点好 还是瘦点好 没有一定的标准 唯一的标准就是 只要健康就好了 这点我就佩服 我说像那搭档于丹老师 搞对象那阵 女朋友嫌得胖 他自己还找着呢 亲爱的 其实那男的胖一点 没什么不好 你跟我出去 赶上给我刮风下雨 你还能躲我后边的是不是 呸 躲你后边是挡雨了 连信号都没有了 哎呀亲爱的 你这样说我没面子 我也轻乖 对不对 我也不是一直胖 我最轻那阵我才六斤多 妇产哥大夫给我称的 再说了 我虽然胖 我个儿高啊 你个儿高管什么用啊 就你那个体重 你得长到四米六 才算标准的 我们这于丹老师啊 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减肥 据我所知 于老师每天都坐这个 养卧起座 回家养卧 上班起座 有时候我们一块去踢球 他飞着跟着去 我们都站好了 他呼吱呼吱跑来 哥儿姐哥 驾我一个吧 你来干嘛 踢球啊 不用了 我们有球了 就我们那导演杨子啊 平时就没少拿于老师这胖找乐 他是高兴了 可是于丹那是好惹的吗 哪天非给你个样看看不可 上次啊 杨子去泡澡 在池子里正美着呢 这水刚好到下部坑 整个身子都在水里 美 舒服 一会儿于丹下池子了 杨子呛到了 他还纳闷 哎 这喜好男人 怎么长潮了呢 这鱼丹啊 是够胖的 应该减肥了 我这样的呢 就不算胖 可我老婆不认为 你啊 还得瘦 腰围还得减 你这怎么减 哎 我听说过一种减肥方法 就是拿这个辣椒减肥 身上拿辣椒都抹盐了 保鲜膜一裹 能减肥 我就弄了 买了四斤红辣椒 保鲜膜都裹好了 来 媳妇 看怎么样 我媳妇看了我眼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我不爱吃川菜 减肥呀 不能着急 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但是有的人 就会采取一些个 损害健康的方法 让自己瘦下来 比如说手术 吸纸 再不就是过度的结石 还有人开发出了一个 帮助结石的产品 什么呢 就跟那个烟盒上的 那个创意一样 食品袋上呢 因着各种肥胖 引起的疾病 比如说 阻塞的冠状动脉 中风的大脑组织 但是你说这种方法 就不了解实际情况 想结石的不用看 根本就不买 也不吃 不想结石的 尤其是那帮吃货们 一看这恐怖的图片 第一反应就是 太吓人了 赶紧吃点好的 压压惊吧 这些啊 都是对身体 有一定伤害的 你说让他们运动一下 他们不去 这羊子就是这类人 你让他饭后溜达溜达 他不去 我说了 饭后走一走 活到九十九 你猜羊子说什么 还有那么一句话了吗 饭后爬一爬 活到一万大 哦 我说你没事 广趴着呢 不是羊子 你广趴着也不行啊 赶上晴天 你也得出去晒晒干 不论怎么健肥啊 都不能急于求成 可这羊子不听那套 这两天 这两天一称体重坏了 涨好一斤 找这健身房的教练去了 哎 你们这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迅速减肥啊 有倒有 一个小时就能减一斤 就看你敢不敢试 来吧 我试试吧 到里边 怎么减这一斤啊 哎 这么一个屋子 里边有一个性感的美女 美女说了 你要是能 逮住我 你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这太有人了 那羊子撒腿就追吧 可人家这姑娘练过 追不上 一个小时下来 还真瘦了一斤 教练 还有比这更厉害呢 有啊 还有 一个小时能瘦十斤的 那我看看去吧 来了 进屋这回没有美女了 一个浑身肌肉的女汉子 一米八大个 胳膊上四棱子起筋线 羊子一想就这个 一斤也减不了啊 这这我能追你吗 再看这女汉子说话了 不是你追我 是我追你 只要我追上你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一个学医的康少女啊 这个女生减肥 一定要坚持 因为这个皮下脂肪层啊 消耗的顺序 首先是腹部 其次是躯干 最后才是面颊了 所以很多女士们 脸没瘦下来 胸前变小了 这就看出来啊 女人是一个矛盾体 在某些部位呢 拼命想减掉脂肪 而在另一些个部位 却盼着这个脂肪啊 过来开个莲花会 光减肥啊 我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 首先说吧 有利于自己的形象 另外呢 对于身体也有好处 减肥啊 大部分还属于健康的行为 但下面咱们要说的 对身体就有点破坏了 什么呢 整容 这美容整容 当然是为了更漂亮的 进而呢 提升自己的魅力 不要这么句话吗 女人要是把吃饭的时间 用来美容 就会有男人 请你吃饭 男人要是把睡觉的时间 拿来挣钱 就会有女人陪你 也是吃饭 我有一个朋友 开美容院的 我介绍我们这实习生 小超过去了 你不弄想整容吗 去吧 跟人聊聊 美容师看了半天 语重心长地说 这个常规的整容方法 可能不太适合你 我们得借助一下高科技 高科技 哦 大夫 您说的是瘦脸针吧 不是 我说的是美图秀秀 整容呢 分很多种 最早进入咱们视线的 算是这个龙胸手术了 很多女士呢 选择龙胸 但龙胸的效果啊 各不相同 我总结啊 这个龙胸呢 其实就四种结果 最好的结果 大不一样 第二种结果呢 不大一样 第三种结果呢 一样不大 第四种结果最惨 不一样大 郑友伟啊 费力打扮 是为了应对感情危机 就拿于丹来说 就怕老婆照镜子 一照镜子 就觉得不漂亮 他老婆一个月工资啊 得有一半花的美容院里 最近又新烫了头 回家一照镜子呢 还不太满意 就问于丹了 老公啊 你看我这个发型 是不是显得我难看呢 哎呀 老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难看 那跟发型无怪 那发型啊 少说花了好几百 于丹那儿多彩迷的人 两口子因为这事 没少闹 但是上次 他老婆做面部护理 花了一百多 于丹倒觉得不错 你想啊 都统一件 人家那小挂头脸一百多 我那老婆 那大脸 跟烤囊似的 也花一百多 这不赚了 人家美容量还赔了呢 四个人量 都给他一人抹上了 还拿不到哪了 其实啊 在古代 就有整容的技术了 但是古人有句话 叫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长相是天生的 不要刻意去改变 那样呢 未必是好事 就拿这个整容来说啊 你就算都整得很完美 也未必幸福 于丹那姐夫 说难看不 前两天 上韩国了 整容整得很成功 回家都认不出来了 邦邦邦一敲门 于丹一开门 一看一大美女 你找谁啊 倒霉模样 你连我都不认识 一个死鬼 这一指他 再给于老反处多快 快进来快进来 我心里没退下 这要说啊 还是一个小红子 要两口子都整容了 那一见家门 谁也不认识谁了 睡了半截就嘀咕 这位同志 你叫什么名字 啊 我叫于丹呢 哎呦 老头子还是你 你整的都好了 也未必幸福 尤其是两口子 在一块生活那么长时间了 突然对方就容貌改变了 就算整得很成功 你都得适应一阵子 要是赶上整坏了呢 就没法想象了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 这两口子整容 整出来点 什么事 老公啊 咱们好不容易来一趟韩国 你看你买的手机 电脑 名表 一大堆东西 我就整个容 怎么就不行了 你这小模样 够漂亮的了 还整什么呀 那不行 你现在是演员 还是电视台的主持人 又拍电视剧 你以后啊 没准会当台长 当文化部部长 再当我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了 你对我这要求太高了 你怎么说也是名人 你老婆能跟你丢人吗 我不得把自己整的更漂亮点 行 那你长去 我上那边吃点东西 谢谢老公 欢迎广临 你会说天津话 我都是天津人呢 你一天津人 怎么跑韩国当大夫来了 那还不是在天津混不 最近物大 这韩国可是整形大国 他一天津人 能在这站住脚 技术肯定不错 你看咱们是同乡 你能给我打个折吗 能啊 一点散折 再打八把折 您看我这脸了吗 都是我自个儿长大 炒枪九措 没有马赛克 您想要个妈妈的呢 我呀 我想要 董洁的鼻子 姚晨的嘴 张子怡的眼睛 康伟的腿 刘嘉玲的耳朵 张伯志的眉 我还想要 销两家电下吧 最重要的是 我想要柳妍的 我懂 我懂 大夫 您看我这要求不高吧 不高 不高 您这才叫 鸡纵朵梅鱼 景华鱼一体 那您来后边请 咱们建筑开始 您请 大夫 大夫 这位先生 您想做个整声中菜 我整声中 对了 你在韩国 你不认识我 我穷俊 你听我这名字 够英俊的了 我还整什么呀 我 大哥 您都 穷英俊了 还不整容啊 没知信啊 人介有志 下面 您看看 我们这成功的案例 我看看 这够漂亮的 这都一个模样 不要在意细节 你别说 看着是挺养眼 我媳妇 刚是不是在你这儿整的 是 整的怎么样了 我们根据您夫人的要求呢 做了一个电脑的效果图 您请看 我看看 就这么 过来 我怎么冲你呢 做刚才这个例子 您得多长个心眼 要是有朋友找您借钱整容 您千万别借给他 因为他整容成功之后 您别说找他要账了 您都未必认得出来他是谁 前一阵子 看了个韩国的选美大赛 前三名 这仨人啊 长着同一张脸 要说啊 能把这长相各异的人 都统一成一个标准的大美女 不得不佩服这整形医生的高超技术 我在场上这说话这会儿 我那搭等杜沁怡 在后台早就坐不住了 她呀 遇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整容医生 有请杜沁怡 故人图场 你真好啊 你让我们大家看完A面 还转过来看看B面 别扭了 行了行了 腰有头疼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色外的 与众不同非常的美丽 没觉出来 虽然呢 可能我现在不美丽 但是通过我这位朋友 我未来可能会变成非常美丽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请的这位朋友啊 是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 国贸门诊部副主任医师 布人医师 我们医院是咱们亚洲 最大的一家 专科的整形医院 20间这个整形门诊手术间 然后就像流水线一样 20个大夫在每一间房间里 您挨个儿给把不关 这眼在大点 这鼻子再给往左扒拉扒拉 这嘴再开大点 这杜心仪法 这行 这没救的 这弄走吧 一说要整形 你看你老说我 怎么就女生整形 男的不整形 男的整的也有 比如说你嘛 对 我原来是双眼车 我给打个架下去一层 现在男生整形的多吗 大概每年现在统计 有20到30%这样一个增长 是男的整的 这个男的跟女的去整形 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地方还是有的 男同志呢 他也有一个明显的 一个年龄的一个差距 男同志更多的是 20岁左右和 四五十岁左右的成功人士 会比较多 我听说您今天还带了 好多东西 给我们展示一下 是吧 对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 来 这这么多了 都是干什么用的 你对哪个很兴趣 我对这就感兴趣 这什么样 这个 小鼠头 对对对 它替代了人体发育不太全的骨骼 这都是替哪块的呢 一人拿一个 然后回答一个问题 这鞋垫吗 这不 这个脚太小了 这都是 这是下巴 你们家下巴这么尖呢 这肯定不是下巴 这个 好 这个都没猜对 这个呢 这是什么 这是牙托 打拳击 那样戴上 什么 把牙 这个是下巴 对了 这是下巴 对 我看 你放上 我看看 它这个可以稍微往前放一点 这样 就有点黄晓明的感觉了 对对对 我跟黄晓明就差一个照片 那我太欣慰了 那您就看看这个英俊 他除了下巴还应该弄弄哪 哪我还差点 还差点 咱带来这些东西 全都给你填脸上 全填脸上 那就是说 这我知道 这是鼻子吧 对对对 这再给来一鼻子 好 您就拿着鼻子 自己拿着下颗 你自己拿着 自己拿着下颗 英俊呢 这个涅骨稍微差了点 涅骨就太阳穴是吧 对 这个呢 给它放涅骨 哦 搁这儿了 哦 这人立刻就 饱满了 您感觉这饱满吗 饱满 绝对的 然后给你多按两个鼻子 这阿班达的鼻子 刚才那样还能看 现在实在没法看 哎呀 虽然整形一定不要做不 行了行了 您下来了 您现在确实不用斩 挺好的 小小的这个小托分鼻 非常有性感的感觉 性感 性感 说了自己都没自信 涂了这些 我感觉这是药是吧 这是瘦脸针 我看过新闻好像说 有打肉毒素 打出事儿来的 就面瘫了 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定要到 正规的医院 因为有很多的假药 那他们自己在网上买 然后看着这个 网上的视频 自己给自己打 就打出问题来了 所以这个要有 很有经验的大夫 专门给你打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布老师 给我们介绍这么多 我们先把这个道具 拿到台下去 我们今天请来一位 也是出于您的这个 对 保守 是不是 那咱们大家也猜猜 它动过哪了 好不好 好 来 掌声欢迎 古堂准心达人 楚楚 欢迎 我跟球就换位置 我早又想跟你换位置 这个您的身高不是整的吧 这个没有 这个可以整 但是它不是整的 那个脂肪整形达人 怎么叫脂肪整形呢 因为肥胖呢 现在是现在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流行病之一了 楚楚呢就是将全身的脂肪 进行了一个搬家 重新移到了它需要的位置 你以前多胖 最胖的时候 70公斤 70公斤 每次还行 还行 但是 略胖一些 对 楚楚现在已经是三岁孩子的妈 三岁孩子的妈 我觉得首先一点 它胸肯定做了 你就是嫉妒 对 上天没有富裕的 它后来都努力都达到了 脸部呢 有 随年龄增长 面部的脂肪流失了很多 然后到了那个整形医院之后 然后他们医生给我想办法 把我多余的脂肪移植到了 我缺的部位 比如说面部原来看苦瓜脸 现在比较饱满 你这整形的时候 有没有按着样子去整 我就得整成什么样的 有没有这个 那个没有 楚楚还是比较理性 现在社会上是有很多 还要求拿着这个照片 我要整成谁 拿着明星照 给我整成格优这 那有没有哪个明星拿来的最多 班冰冰是比较多的 还有李嘉欣 我们还是要建议 不要太明星 就是说我就要长成这样 因为要参考个人的条件 对 希望各位女性呢 多读书多看报 因为只有内心的丰富 才能够摆脱生活表面的相似 对 非常感谢 博人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讲解 让我们对这个整形和美丽 都有了新的认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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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来 傅清姨 你发现了吗 怎么了 有的人呢 为了美丽精心地修饰自己 也有的人呢 坚持自我 总之啊 对人怎么样的选择 都有各自的心态 是 只要你的心态好 有内涵 肯定会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哦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 这么一位姑娘 她拥有啊 让人一见难忘的外表 那是重量级的星女郎 又星女郎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大号女神 谢晶晶 欢迎晶晶 好久不见 我拥抱她 再来给点掌声好不好 真的吗 你这个表演给我买毛奖了你们 那好 等一下我再拥抱你 行 狠狠地拥抱你 这个晶晶老师啊 这个上台大家啊 这个非常喜欢 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您这个体重 这男人怎么这样 人家晶晶老师一看 就八十斤嘛 真是我娘家人 就是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结婚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这个人他都有好奇心 对吧 我们就想测算一下 您的这个大概棋 您这体重是 你从哪去了你 你看他多坏 你看他说我 他把秤拿过来 先拿肚子一开刀 咱先秤上他怎么样 怎么用啊这个 你踩上你就知道了 说啊 多少 说 别不好意思 52.9 对 你们家用分算了 多少 多少52.9 100 105.8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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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来吧 我当时你看我这也没 皮鞋重 皮鞋40多斤的 好嘛 你出门还练腿 73.5 147 咱俩加一块 基本就是250 谁跟你250 那个晶晶老师 那个英俊哥哥 我们可不可以把身上 比如说这些 这都负担很重的 对 我想把它给卸掉 没问题先把头剃了吧 对 你有什么要材的给我 真的 差不多了吧 我来吧 好吧 在大家的掌声当中火 有 有吗 有 多少 一直在变 现在的读书啊 我这气着气的 是135公斤 135公斤多少斤 27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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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我俩加一块读书 还沉 天呐 270斤 我以前遇到的身材 比较风韵的女人哈 有的时候都会比较悲伤 如果怎么弄胖天 减肥减肥 说女人活着一辈子 就被减肥 晶晶为什么每天 还这么开心呢 心态很乐观 有没有想过我 减成杜琴一阵 这也没什么可减的 我属于已经破罐子 破摔型的了 但是呢 16 7岁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非常替我着急 他们觉得 马上这姑娘就18岁了 这样怎么能找着好的男朋友 怎么能有好的家庭呢 所以逼着我去减肥过 什么时候体重开始急剧上升了 我出生的时候就很重啊 出生的时候12斤8两 相当于一气儿生了一双胞胎 但是一个人 我生下来才三斤半 好所以我买两套拐子 加一块还四斤多了 你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个女人 微笑的时候最美丽 我们今天笑起来美不美啊 谢谢 其实啊 我是最喜欢看这女人绽放笑容的了 所以我去说相上去了 晶晶老师呢 其实她的很多工作跟我们是一样的 嗯 就是表演喜剧 给大家带来欢乐 嗯 咱们去看一下 哦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看看晶晶老师的喜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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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男人味啊 哎 就是一种啊 不像现在男人啊 啊 那男人 用手 这个人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我想死你了 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不要哭啊 再哭就不美了 哇 你的耳朵还是这么性感啊 好可爱哦 我在想如果你飞奔过去 对过那个人是邱文俊的话 我认为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那你是想试试还是打电话 当然我这个演技你还不相信吗 这样好不好 我们让青青哥们这邱文俊一块演一段 大家行不行觉得 你想看吗 你俩呢就演一段久别重逢的老情人 见面 掌声欢迎 静静啊 一年没看见你 你瘦了 哈姆 你知不知道 我闻得你很辛苦啊 你知不知道 那是母鸡啊 那是母鸡熬汤了 卖母鸡啊 卖母鸡 你怎么都不知道啊 我真的闻得你很辛苦啊 我真的好辛苦 都闻到你啊 你别动我楼底滚都直晃哟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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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骂呢 敢骂呢 敢骂呢你谁呀 啊 这我处练琴儿 处练 推兵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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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骂 你敢骂想打架是吗 打架是吗 打架是吗 你别伤了你 别伤了你 你应该不没人玩来的 有没有搞错呢 你说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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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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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你没事吧 带着我了 没事吧 你没事 老公 你慢慢享受啊 不是你别走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我闻得你好辛苦啊 你记不记啊 我记得你做了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你说到这个女为乐极者容 是不是 很多女生精心打扮 都是为了恋爱嘛 对 像刚才也是为了追求我们的英俊 是吧 我们那个叫久别重逢 久别重逢 英俊平堂小时候怎么追老婆的 小时候怎么追老婆 就是追老婆的时候是什么打扮 就是我跟我老婆还真没有特刻意 因为我们一直是同学 所以就特别熟悉 你就没必要修饰了 对吧 你再打扮成什么样 她倒不认识了 要买了什么东西 没买过什么 我到现在我没给她买过花 我老公也是 被我怎么逼啊 都不会送我花 然后有一年呢 我把我所有朋友都闹翻了 我说哎 怎么不送我花什么的 老去上别人投诉 别人就后来说 赶紧赶紧给她买一朵 了得这心愿吧 后来那年我老公呢 就是说给我个惊喜嘛 让她中午去菜市场 菜市场买花 她买了一桶 每月花给我 一桶 我说好不好 你拿个报纸包一下 我都买一下啊 她说不用那样了 反正回来要插到花皮里 所以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就是最最的真实的生活 知道晶晶的老公长什么样吗 我们来看看照片好不好 快起来看看 快起来看看 老公也太帅了吧 羡慕不羡慕 羡慕 真的好帅哦 可是我还是有些疑问 想问一问哈 大家都知道你看 今天很可爱是不是 但是身材呢 大家走过去的时候 还是会有回头率 老公又帅气又高大 两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友善的人 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呢 太多了 像庆怡如果这样的美女 回头率是百分之一百的话 我自信地说啊 我的回头率是百分之二百 叫三百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路人走过去以后 都要回两三次头看我 我好羡慕你啊 所以我的回头率高过她 是不是 是啊 我呢 跟我的爱人这样说的 我说 美女满大街都是 但是三百斤的美女 就谢晶晶一个 独一无二 从晶晶的谈话当中 我发现晶晶其实是一个特乐观自信的人 是 晶晶不管这个外表美丽 内心丰富 而且多才多艺 文艺女青年 是不是 我呢拍了两个纪录片 他们说叫一琴一剑 一个叫一代琴师 一个叫宇宙风 宇宙风 就是那个剑的那个 是梅兰芳先生的一出惊心 对对对 她的代表作 整个拍了七八个月以后啊 我觉得我从内啊 往外啊 这么美 为什么 因为我沾染了京剧的那种美 觉得我自己走路啊什么 神态什么的 都不像以前这样的 那是不是也跟人家京剧的演员 学了几首啊 对 所以呢我今天也把我们胡同 也是我们这部纪录片里的主要演员 把她请到现场来 好 让她跟我们前面走路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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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哦 谢谢 好美啊 行 好 我也没见你 既然能胡同上来了 好不好 你让球人去学一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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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狼军在哪里 左看看 右看看 右看看 这边 压身子 哎呀 这个也不错 眼神 这个也 还事儿 哦 翻事儿 哎哎哎哎 对啊 我们非常感谢晶晶老师呢 给我们分享了特别多关于美丽的故事 是吧 嗯 嗯 其实呢美啊 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啊 美其人有不同的含义啊 我也希望呢 我们的晶晶老师 还有我们的胡同老师 将来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把他们的美丽 占现在我们的迎评上 谢谢他们 谢谢 那我就负责把晶晶老师 还有胡同老师送她去 好 我们请庆宜送客 好 谢谢 嗯 聊了这么半天 我觉得啊 咱们可以去锻炼身体 可以注意保养 但是对于身体啊 还是少做那些个破坏性的事 而自然的 其实才最适合自己 你说鼻梁高好看 他就喜欢大别脸的啊 你说瘦子好 他胖子也不差 而且恰恰有的胖子 比瘦子还能呢 你说洪金宝 胖不胖 腰围三尺 人家是武术名家 罗脑都胖不胖 腰围三尺 人家足球先生 我媳妇胖不胖 腰围三尺五 那怀孕了 保持最合适的形象 那是最好的 不要刻意 甚至病态的 追求什么减肥啊 美容的效果 最后千人一面 还容易闹笑话呢 下面就请上我的搭档余丹 跟大家来说一说 他减肥的故事 有请余丹老师 费对着说还不行 这本来单面这么骂是 对 刚才说的就是他 多新鲜的您家 一直没停啊您家 这个余老师啊 像是说的特别好 一般般 但是前一度啊 有观众给提意见 是啊 余老师发福了 确实这些年胖点了 胖的不少 真您说您站着个儿也高 躺那儿也显高 那哪行去 冬天穿一帆服 戴一大帽 来眼镜 跟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 那高签果一样 那肥的像大了 不减肥不完了吗 减肥不好减 对 得靠毅力 是 你看好多小女孩说减肥 减不下来 减不下来 您上那快餐店看去 好多小女孩啊 这手拿着大鸡腿 你吃完这顿马上去减肥 那减不下去 管不了嘴 那还减不下去 靠毅力 于老师就有毅力 我有这赶劲 买那个减肥药 减肥药 买好的 买减肥药 还买一个电子秤 体重剂 采生有数字的 知道知道 又买了一大挂力 哦 干嘛 监测结果 还得记下来 每天啊 中午12点准时减肥 这中午12点怎么准时减肥 你看减肥啊 一般来说好多减肥药啊 其实就是促进这个肠道蠕动 实际上就是泄药 说白了就是你排泄出去 不就瘦了吗 体重就减轻了 于老师每天啊 中午正点排泄 您就说正点拉就完了 到中午啊 这个每天记忆监测结果 哦 还得写上 大挂率写上 今天 上厕所之前 160斤 上厕所之后 158斤 说明 拉了2斤 说明啊 写不写不吃劲 效果啊 写出来 死心眼儿 第二天又来了啊 今天 上厕所之前 158斤 上厕所之后 154斤 说明 拉了4斤 说明我拉裤了 嗨 我拉完裤还兜着上去撑去是吗 还没变这分量 说明你有毅力 你不怕弄得慌 根本没这么回事啊 减肥还喝着药呢 对 于老对于自己形象啊 特别的在 那我练不就完了 包括你看录节目 小脸刮多干净 应当的干干净净 于老这平时毛发挺重 是 胡子拉叉的 啊 于老不光这个胡子重 啊 这能说吗 这有什么不能说了 就都很正常的现象 说了啊 于老不光这个胡子重 啊 胸毛也特别 毛重一点 这也有啊 我不知道哪位 您跟那一块洗个澡啊 嗯 或者后台换衣物碰点看见了 喝 都瞒了 哎呦 跟那河旁一样 有这么比方的吗 河旁就像话 不好看 啊 后台有小孩吓哭了 挂了吧 现在脱毛的套装很多 哎呦 那脱毛裤挂了 挂完白手皮了 又不满意了 怎么呢 原来是挺阳刚的 这白手皮没什么可看的了 看着不习惯 有了 文身 就我还能刺青啊 文什么呢 啊 龙 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 中国这龙啊 两种 哪两种 一种善的一种恶的 这还不一样 于老师闻这是恶龙 哦就凶恶的 张牙舞爪 凶啊 就这样 特别凶啊 闻这龙有好处了 什么好处 有时我们到外地演出 有这机会 背不住啊 碰上这个地痞啊 流氓小混混什么的 啊 跟我们找茬 是 闹砸 嗯 真打起来 带着于老师不害怕 我怎么还辟邪呢 于老师一巴光吉顶 嗯 这恶龙一出来 都害怕都傻 起个震慑作用 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 什么事啊 他闻这龙啊 是他减肥以前 哦 后来减肥的瘦了 哦 那龙臭臭的 这闻什么还能臭臭的 闻的是那龙这样 啊 现在龙这样 特别卡哇伊 再打架一巴光吉 那人都闻 哗 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 哎呀这个于老师啊 尊修美啊 确实跟我们不太一样 咱普通人啊 整容还是少数 可是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那些明星大腕 那都是整容的受益者 咱普通人啊 整容还是少数 可是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那些明星大腕 那都是整容的受益者 很多明星刚出道时 跟现在简直判若两人 就算不整容 您对比他那个素颜照 跟化妆之后那照片 那也是俩人 你看前一段 跳水节目特别火 啊 好多明星 想去不敢去 拒绝参加这个节目 理由多种多样 最常见就是没有档期 那还有人说了 自己穿泳装 跟本身的气质不太搭调 不信你问问去 我每次去三亚 都是裹着军大衣去的 还有人说了 命里饭水 不能玩水 最可气的啊 有人说自己兑水过敏 咱就纳闷了 你兑水过敏 你怎么活到现在 实际上呢 怕露馅 这一跳下去 拿水一拍 人没上来 硅胶先飘上来 要不就是化妆品 都让水给冲走了 啊 什么粉底啊 乳液啊 啊 从这脸上往外冒 没一会儿池子里的水 都变酱糊了 撒点芝麻就是面茶 人类文明啊 发展的过程当中 人追求美的脚步 可以说是一刻 也没有停下来 但是您得注意啊 咱们提倡的是真善美 真和善都在美的前面 这说明什么呢 我认为这美 如果单单是表面的美丽 那只是一种结果 而真诚善良 这些内在的东西 才决定一个人是否真正美 我觉得啊 我们可以追求更好的身材 更好的容貌 但更重要的 是要对生活 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天津卫视 每晚三集为您带来 由桂林三金 西瓜双冠名播出的 开年大戏 一代萧雄 该剧汇集了 紫红雷 陈述 威子 三大金牌巨星阵容 三金品质 您不容错过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本期的英俊秀 我是崇英俊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